學姓告訴我 今天 陳柏有沒有來 不要小看一張小小的郵票喔 他可以告訴你 你的陳柏到底有沒有來 我最紅的影片呢就是告訴大家 陳柏這件事情對男人的重要性 如果你沒有陳柏的話呢 表示你的性功能可能有問題 但是呢 自從這次影片之後呢 實在有太多的人就跑到我的門診來說 欸 醫生啊怎麼辦怎麼辦 我沒有陳柏了 或是在粉絲專頁裡面呢 有太多人來私訊問我有關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呢 我決定用一張小小的郵票來告訴你 你的陳柏到底有沒有問題 當初呢 會拍那支影片呢 主要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說你的性器官功能是正常的話呢 其實你在晚上的時候是會勃起的 可是呢 你晚上就在睡覺啊 你怎麼知道你有沒有勃起自己摸嗎 不可能嘛 所以呢 用另外一個替代的方式 就是你早上醒過來的時候呢 有沒有勃起 如果有勃起呢 表示你可能晚上的勃起功能是正常的 那就表示你的性功能 性器官的功能是正常的 反之 如果你晚上都沒有勃起 那就代表這個器官可能已經出問題 已經壞掉了 所以呢 才需要進一步的處理 OK 那為什麼男生晚上會勃起呢 其實呢 這是一個正常的生理現象 平常呢 我們的陰莖呢 其實是沒有血流進去 因為它就軟軟的嘛 沒有血流進去 但是呢 它總是需要一些氧氣 總是需要一些氧分嘛 這時候呢 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我們睡眠的狀況是這樣子 從潛眠呢 慢慢到深眠 最後呢 會進到所謂的快速動員期 在快速動員期的時候呢 你的腦子是醒著的 但是你的身體卻不動 那這時候呢 你的眼睛會快速的移動 這個時候呢 是我們做夢的時候 那也是呢 我們夜間會自動勃起的狀況 那每次勃起呢 大概會持續30到60分鐘的時間 然後一個晚上呢 如果說你的睡眠時間充足的話呢 大概會有三次到五次的時間 所以它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生理機制 來維持我們陰莖的功能 所以如果說呢 你已經失去了這個夜間勃起的這個功能的話呢 就表示你的性器官 不管是神經 不管是荷爾蒙 不管是血管 可能已經出現了問題 那有人會問我說啦 我好像呢 都是早上起來的時候 覺得有小便的感覺 所以呢 會有這個勃起的狀況 那這也算成薄嗎 告訴大家 這也算是成薄的一種 所以呢 如果你已經沒有成薄的話呢 該怎麼辦呢 難道就表示我晚上沒有勃起嗎 當然是錯的 因為呢 有一個可能是這樣子 你的睡眠時間實在是太短了 所以呢 你每次都睡到呢 在深睡的時候呢 就被你的鬧鐘叫醒了 所以你根本呢 還沒有進到快速動眼期 然後就醒過來了 那當然 你就沒有觀察到你自己有勃起的現象 所以呢 今天 如果你發現你已經好一陣子 都沒有成薄了 應該怎麼辦呢 第一步 你應該先檢討 你晚上睡覺的時間到底夠不夠 你到底睡得好不好 如果說呢 你已經睡得很夠了 已經睡得很好了 但是你還是發現你都沒有成薄 那下一步應該怎麼辦呢 下一步 應該要問問看你自己 性功能 OK 如果說呢 我最近都沒有成薄 可是呢 我一樣還是泡身濃濃 做起來還是很厲害 那可能表示呢 你只是醒過來的時間不對 所以沒有抓到這個沉薄的狀況 那你就不用擔心 只要你的性行為功能是OK的 你就不用太擔心了 那如果說呢 你覺得 我做愛好像也是有點鬚鬚的 不太行 那可能呢 就是好像硬度有點不太夠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用一張郵票 不是一張啊 其實要用郵票來告訴你應該怎麼辦 那這個檢查呢 其實是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自我測試的方法 在醫學上面呢 我們曾經使用過 但是呢 現在呢 因為在密藥科呢 有更精密的儀器可以做測量 所以郵票呢 已經漸漸的功成身退了 但是呢 如果說你自己擔心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在家裡試試看的 不過呢 說實話 現在郵票好像有點難買 但是呢 你去買大概四張到六張的郵票 那它是可以連成長長一條的 那晚上睡覺前呢 就把這個郵票呢 就繞在你的陰莖上面 那因為這個郵票背面都有一些乾掉的膠水 就把它弄濕 然後把它黏好 那這個黏的緊度呢 要大小剛剛好 那在你還沒有勃起的時候呢 這個郵票呢 是可以圈成一圈 黏住你的陰莖的 然後呢 希望呢 你就是把這個 穿著這個短褲 或者穿著內褲 然後就睡覺 那睡覺的時候呢 希望你在睡前呢 不要喝酒 不要喝咖啡 不要吃安眠藥 因為這些藥物啦 酒精啊 都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勃起功能 讓這個測試呢 出問題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你睡覺的時候呢 盡量才養睡的方式 因為如果你測睡的話呢 可能就會 就是會壓到這個郵票啊 或者是 造成這個郵票呢 有一些錯誤的測試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呢 盡量養睡的方式來睡 好 那晚上睡覺的時候 第二天早上醒過來 要看什麼事情 郵票有沒有被撕開 所以呢 如果你發現 欸 我四到六張的郵票呢 中間呢 裂開了 恭喜你 你就是晚上有勃起啊 那如果說呢 欸 發現怎麼還是 好好的一圈黏在你的陰莖上面 那就很抱歉啊 陳伯沒有來找你啦 那就表示 你應該要趕快去看醫生啊 所以如果只是做單一次的測試呢 可能會有點不太準 所以建議大家呢 可以多做幾次看看 那另外呢 就是 如果這個檢查 你自己自我的測試有問題 也不代表你真的有問題 因為說實話 這個檢查雖然很簡單 但是呢 它不是那麼的準確 它是一個檢疫的方式來測量說 你晚上有沒有勃起 所以呢 如果說你檢查有問題 那建議你 要到密歐科做進一步的檢查 如果說呢 你檢查沒有問題 一樣都有夜間勃起的狀況 那你要考慮的就是 如果說你做愛虛虛的 那我們有時候會覺得說 你可能是因為心理壓力的關係 心因性的關係 所以導致呢 你有這個勃起功能的障礙 所以呢 今天呢 就簡單的用郵票 來告訴大家 陳伯到底有沒有來找你 我是崇敏醫師 如果說你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你寫信 或是呢 留言告訴我 我會很樂意為大家解答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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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 eurem описании 送裡面